中国扩大生产成熟制成晶片 引起美欧官员担忧 传出美国将要求荷兰阻止半导体设备龙头艾斯摩尔 对中国部分设备提供服务 外媒路透社最新报道 有迹象表明 荷兰在出口限制方面将继续与美方保持一致 外媒指出美国官员8号前往荷兰 会见当地官员与艾斯摩尔高层 讨论有关服务合约 美国持续联手美日欧等盟友 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 路透社指出 尽管荷兰政府不愿做出全面性决定 但从公开声明与国家安全利益考量来看 荷兰未来可能缓慢批准 甚至迅速回绝中国的维修请求 新唐人亚太电视 成文魔照庭律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